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包子不用提前发面简单省时一起来做吧 准备一块豆腐先切片再切条最后切成丁 装入盘中备用 洋葱也切成小丁备用 再把提前泡好的粉条切成小段 装盘备用 锅中水烧开加入一勺盐搅拌均匀 然后下入豆腐焯水水开以后煮3-5分钟去除豆腥味 控干水分捞入碗中 起锅烧油 加入花椒八角炒香 炒香以后捞出 倒入洋葱丁翻炒均匀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老抽 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 再下入粉条翻炒上色 最后加入盐 鸡精翻拌均匀盛出 然后加入适量葱花 少许香油 搅拌均匀 馅料就制作完成了 下面开始和面 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酵母粉 搅拌均匀 用170毫升温水和面 和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一刀案板上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把它们全部揉圆 揉光滑 然后擀成包子皮 中间放上馅料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 全部做好以后 放入温水锅中开始饧发 第一次用这种方法 建议不要把水烧得太热 像这样周边有很多热气上来 就可以 醒发至原来的1.5倍大 开火 水开即时蒸15分钟 煤5分钟出锅 这样做包子 简单快速 不用提前发面 解决了冬天发面难的问题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